股票看漲覺得最高 看跌覺得空投 怎麼看都不敢買嗎 掌握籌碼動心背後的故事 才能賺到大波段 謝一文分析師利用科學的數據 帶您前進股市成為贏家 歡迎收聽決戰籌碼 摩爾投過110年 儘管投過新字第026號 歡迎收聽決戰籌碼 我是主持人Coco 歡迎所有聽眾朋友 跟上謝一文老師的腳步翻轉致腹 趕快為大家邀請到摩爾投過籌碼專家 謝一文老師 謝老師好 哈囉主持人 所有的聽眾大家好 我是摩爾謝一文分析師 老師好 那目前錄製時間 是在盤中的12點34分左右 台股其實在虎年開紅盤 連三掌之後 今天是陷入高檔震盪 挑戰收復院線 而台積電呢 今天是穩住軍心啦 今天要公佈了營收 而且IC設計同步 都有好的表現喔 大盤指數主要是由台積電貢獻漲跌 那我們今天扣掉台積電 其實大盤是小跌的 老師怎麼看呢 好 看到今天台積電漲上來 就有幾個現象 這個我認為盤面上告訴我們 然後我也在此跟所有的聽眾 來做分享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外資從這個 新年過後大部分都是做賣超的動作 是的 那昨天既然這個油賣轉買大買了104億 是 那投信昨天也買了40億 是 同步在做買超 土揚聯手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漲 這個昨天大漲沒有太大的問題 嗯哼 那你今天剛剛Coco有講到 就是說扣掉台積電的指數 其實大部分的漲點都是站在所謂的台積電 是的 也就是說扣掉台積電台積算是小跌 是 好 那今天為什麼會小跌 那我就要給大家做一個小小的驗證 好 你今天看盤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 外資還是持續在買 可是投信就會由買轉賣 嗯 好 為什麼呢 這不是第一天發生的 其實近兩年來大致上 都是所謂的土揚對坐 是 好當內資在撐盤的時候 外資就在賣股票 嗯 可是外資由賣轉賣的時候 內資開始就在拋股票 好 我所指的內資有部分都是來自所謂的國安基金 嗯 政府的這個這個錢下去賣 是 那其實政府很聰明啊 事實上我們在 大概 十年前吧 我們所有的這個 油儲基金啊 國安基金啊 這個勞退基金啊 我跟你講每一次操作都被外資修理 是 好變成就是淪為外資的提款機 是啊 那甚至於是出貨的對象 好近期來你可以看到這次的操作 呃這這兩年來的操作 我們都有看到報紙嘛 什麼我們一個人可以多分了兩萬多塊的這個退休金 嗯 那事實上近期的操作都還不錯 是 那為什麼呢 因為 政府變聰明了 耶 因為投信變聰明了 因為內資變聰明了 反正你每次都想要賺我的錢 我就跟你對著幹 對 老師這真的是驗證 因為我記得在我們封關之前 老師就已經預告過了 因為那時候封關之前我們都在看說 哎 外資都是賣賣賣賣賣賣賣 那老師就講剛剛的那一番見解 果然 是 直接在我們虎年開紅盤之後 今天就直接大驗證 重點是內資錢購 你看台股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所謂的台商回流 你可以看到 呃其他世界各國的這個 這個還算是蠻挺我們的這個 這個台灣的這個部分 好然後包含我們的疫情 我們說了嘛 這個外資可能看 看全世界的疫情不是那麼的樂觀 可是台灣就是很特殊 對 重點在於說我們都喜歡戴口罩 所以我們的內資資金購 所以你不用去 受牽制於在於所謂的外資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個小驗證 今天收盤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我認為外資會站在買方 可是本土法人甚至於是 國安基金的部分 應該是會站在賣方 好 好那另外一個 台積電就是屬於比較高階製程的 那我們之前就有講了嘛 說今年可能會 跑在所謂的高階製程 那中階製程的龍頭 就是世界先進利基電 呃跟包含所謂的聯電 好聯電前一陣子回檔了對不對 是沒錯 好那世界先進也回檔了 昨天公布已經算還不錯 憑了這個近期的這個新高 創新高 可是在新高附近呢 也沒有很特別的突出 嗯 所以之前也稍微在中階當中 也稍微回檔一下 昨天也做一個指跌 是的 好今天的關鍵就在利基電 利基電有 老師我們有看到 因為利基電有說要爭執了對不對 這個這個這個 其實利基電老闆叫做黃崇仁啦 是 好那可能主持人比較年輕 可能比較不知道 那聽眾如果你是比較老一輩的 有聽過這個 以前有一檔股票叫做利金 嗯 以前就是黃崇仁開的 嗯哼 那也嚇事過 欸也不錯 轉為利基電了以後 這次又重新上市 上市了 好那 那我們講一下這個利基電 其實黃崇仁是一個 非常會製造半導體話題的 一個風雲人物 有 一個老闆 嗯 那一個 一個 很會像股東要錢的 一個老闆 哦不愧是商人齁 其實我們去做你公司的股東 我們無非就是為了想要賺一點錢 或者賺一點價差 或者是賺一點股票鼓勵 股息鼓勵 嗯 怎麼你一直跟我要錢呢 給人家感覺很差 對啊 台灣最會像股東要錢的老闆 就是誰 你知道嗎 黃崇仁啊 我知道 所以大家看到獻徵 價格都還沒有出來 大家都帶著 你第一個 你上市講的那種 搖旗吶喊說 我今年會多好多棒 一直上媒體 一直上節目 一直上報章雜誌 然後你上市了以後 你明月期就一天 嗯哼 從此之後 高點不復健 然後你現在過 才剛上市啊 你就要跟股東要錢 我感覺沒什麼好 對啊 心情有點不美麗 對 那與其如此 那你不如去做別當股票 你看我們近期做了 比如說6205的全新 是 從年前的70塊 到今天的高點 沒錯 我們也沒有出在稅高點 對 也來到了90塊 今天早上又在創新高了 對 也有三成的這個價差 是 你來看我們2436的尾權店 兩全奇美 這張股票叫做成何稱 叫做兩全奇美 尾權店也從82塊 來到今天的高點 大概來到92塊 其實更高啦 嗯 我們就算到92塊 好 那這樣的價差 來到一支停板以上 也超過10%以上 多多短短的時間喔 那比較波段的股票 3592的瑞鼎 從525的低點 總共買了4次至5次 嗯 最高來到 我們出在680塊 嗯 那也將近了155塊的價差 你一張就可以賺15萬 你10張就可以賺到155萬 嗯 與其那樣子 你去做大型的大支的股票 你不如來去補局一些所謂的 產業前景很好 那後面有一點Story的 一些所謂的中小型的電子股 是 好 那我又要跟各位介紹啦 Coco 是 什麼呢 好幾檔股票很漂亮 喔 比如說我們之前講的 這個一條龍 一條龍 一條龍這一檔股票 來 它的營收也不錯 寫下不錯的 這個歷史新高的部分喔 嗯 公佈出來了喔 可是股價還沒有動得很多 嗯 那你預估它去年 大概可以到17塊 2月22號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開所謂的 線上法說會 1月份大跌喔 可是投信連滿 20天 很可怕喔 對 一定有Story 投信大買喔 當然裡面有賣買買買買賣賣這樣子 嗯 可是 加起來 喔 買了不少張 嗯 100多塊的股票喔 那它去年可以賺17塊 欸 以電子股IC設計來講 它的本利比至少也要給它30倍叫合理吧 是的 那你會認為說 股價會不會來到500多 沒有耶 現在股價 也是100多塊 是 本利比不到10倍 嗯 低估了 低估了 所以這樣子的股票 我認為到之後 我認為 應該還會有一段行情 與其 你去買那些所謂的大型股 你不如去買這樣子的 中小型有潛力會成長的股票 是 包含我們的老天爺 老天爺 是的 這檔股票這個 我們之前講綠界 我們講歐富堡 一個要上市 一個要新貴 是 那你做投資隨意的任劣來講 我覺得對這種這樣子的公司來講 對於母公司來講 或者是主動投資的公司來講 持有的公司來講 那絕對是一個所謂的 有投資任劣的一個效應在 嗯 那我們也跟各位算過了嘛 好 事實上這樣的股票 我都會跟各位講 有些股票真的是要閉著眼睛買 閉著眼睛買啊 真的要閉著眼睛買 為什麼呢 因為 它後面的理由是夠的 是足夠的 所以你不用太去害怕它 哦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航運股大漲 是的 那我也跟各位講 航運股來到 比如說長榮160 我認為這邊都會有很大的壓力 如果你真的要去買航海類股 我們講航運就講航海啦 抱歉 如果你真的要去買航海類股 你不如去買假日花園 假日花園 對不對 你聽不懂對不對 聽不懂耶 來我告訴你 這一檔股票 它的公司就要假日花園 老師 它有這檔股票 對啊 好 我先講它裡面的內容 是 你今天加入LINE的話 我就送給各位 好不好 太好了 每天都有股票 它去年做一個活化資產的東西 它儲分的利益到19億 可是它的股本 只有11億 是 EPS大概17.2塊 哦 預計今年的股 這個股息配發率高達50%以上的話 我告訴你現在股息要二字頭 嗯嗯 Coco不是兩百多 是 是二十幾塊 哦 燙耶 可以配到八塊以上 是 耶 太棒了 所以各位呢 聽眾朋友 想要得到這一檔 假日花園的話呢 待會廣告時間要趕緊私訊 LINE AT 或者是撥打資訊 酸線囉 那也祝福大家一起賺行情 嘉興就靠自己囉 拜拜 摩爾投過110年 金管投過薪資第026號 節目與節目分析內容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新貴股票登錄條件較上市貴股票寬鬆 且無每日漲跌幅限制 投資人應省慎評估是否適合投資 皇上且慢 奴婢先用銀針測試食物有沒有毒 你到底要測到民國幾年啊 報告皇上 測毒就交給好物市集 好物市集的商品 有產銷履歷把關 有國家認可檢驗單位檢定 有投保產品責任險 有把關 有檢定 有責任險 您在乎的 我們比您更在意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想擺脫散戶的命運 跟著老師一起賺大波段嗎 加入老師的Light 小老鼠HOT MONEY 888 小老鼠HOT MONEY 888 謝一彎老師掌握籌碼趨勢 運用獨家工具 帶你了解大戶操作的模式 不用費力研究股票 跟著老師輕鬆賺 把握農曆年前賺紅包行情 卡位限量名額 快撥打0800-66-8085 0800-66-8085 改變命運就趁現在 明天 小小生 解 好